好 開始 投影集合第三章 第三章是直線的投影 我們之前有教那個電的投影 對不對 所以你已經第一次幫我們考完了 請你拿出你的作業單 EX-30E後來 把你這個東西畫在這個地方 好啦 那我就講一個題 講到你總值 我們看第一題 L定間中有兩個點 A4-3-7-4 這個就是調空間中 那你要先想 我上次有帶一個立體的模型有沒有 畫在這邊 這邊就要站起來一直走 我上次有邊的亮亮的膠帶有沒有 正Y軸 如果你不知道 你剛剛回去看影片或者錄影 正Z軸是這樣喔 S轉向Y 右手定著Z軸是丟出來的 丟出來的 只是我們沒辦法畫 就這樣丟出來的 好 來 先看A點 -3 這是正的X 所以-3是往那個方向 -7 這是正彎 所以-7是往下 所以在這個區塊 對不對 1-2-3-4 所以在第幾項線 第三項線 第三項線 學起來 3-4-3 第三項線 我用這樣寫 這樣方便各位 老師這是富士耶 富士表示 正Z嘛 富士就在後面 很好啊 對不對 也是第一項線 我們還沒有分到八個區塊 所以你看這裡是不是都是補的 都在後面 你看這一張這個作業單 所有點都是Z 都是在附的 有沒有問題 所以都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你就是要把A點畫出來 來 你為什麼我知道這是第三項線 就是你的空間都要怎麼改變 你就是看這個兩個坐標 對不對 我們上次有說第一項線跟第三項線 對不對 不是有V上H下 V下H上 你還記得嗎 我是不是說呢 八號的一號分三 對不對 第一項線 請問是哪一個在上面 H H 第一一號是誰 一號是誰 黃真正 如果我們說你是一號 就是第一項線 請問你的動作是V在上面 還是能摸錯V在下面 V在上面 V在上面 答對 對不對 所以各位同學 第一項線 王同學 自己寫 王真正 拍照 耶 正人君子 對不對 三號是誰 五一合 真的是五一合 好來 第三項線 三號五一合 三號五一合 五一合這個人 五一合這個人 摸錯 張張 這個人 他拍照是誰 V在下 大 大 因為這樣很小 大 大 大 等一下兩個人出來 B下 H上 好不好 摸錯 好不好 所以第三項線 V下 H上 好 現在來囉 現在準備要畫 我畫 我就畫這邊 好不好 畫這邊 第一個 我大概會畫一個GL線 好不好 那因為 這個都是負的 寫起來吧 這都是負的 表示 表示 Z的坐標值都是在後面 所以原點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都在後面 所以畫出來 原點會在你的頭影 點或頭影線的左邊還是右邊 左邊 下面 左邊 所以 表示O 在 左邊 對不對 只要你的Z座標 這個是Z 座標 這張 這一張 好像 Z座標都是負的 所以你畫出來的 原點 O 一定在左邊 都在這邊 O GL線 只是不知道幾格 對不對 好 我們先看 A A跟B A 先看那個-4 所以 會在O點的 右手邊 四格 對不對 1 2 3 4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你現在 請你在這個地方 適當位置 可以學著我畫 節省時間 那老師 B點 是在O點的左邊 還是右邊幾格 一定是在O點的右邊 也就是O點在那個點的左邊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換句話說 12格的地方 現在畫 4 5 6 7 8 9 10 11 12 這是12格 所以O A點會在這邊 B點會在這邊 不知道哪一個地方 這樣知道齁 好 你的模型看斷就是這樣齁 再來 老師 剛才我看了這兩個座標 因為是負三負七 所以它是第五項線 第三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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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想到 倭挫的吳一合 還是正人君子王真正 對 第三項線就是倭挫的吳一合 吳一合就是B下H上 所以各位同學 這個齁 畫起來齁 畫起來齁 一定是B下 B保證在下面 H保證在上面 也就是那個右上角的上標 這樣知道齁 好 接下來 如果你很有概念 真正有把老師教的 有聽進去 你就會知道 只要是前面的H座標 會決定 你要寫齁 決定H 決定H寫下來 後面的Y座標 我用綠色框 決定V 這樣可以齁 再講一次齁 第一個X座標決定H 第二個座標決定V 第三個座標決定O 開始齁 越來越有趣齁 我這個有沒有畫得很爛 有點歪歪的 這是引導線 因為我這裡沒有放格子 來先看A點 A點我說 因為是V下H上 H是三格 對不對 所以H在上面往上走三格 一二三 這一點畫出來了 這就是A點的H 這樣可以嗎 再講一次喔 老師 第一個 決定H O三格 一二三 我又知道是V和 H在上 三格 一二三 這畫完 7 8 看起來車 再來 老師 第二個Y座標是 決定V 數字就是多少 7 V在下面 所以我知道往下走 7 合 1 2 3 4 5 6 7 在這裡喔 這裡就寫上 A V 真的有跟我走 AB啊 AB 可以囉 ABD 再來 B 老師 B點 老師 B的座標也是 負負 所以在第幾項線 也是第三 正正 負正 負負 第三 所以在第三項線 第三項線 請問是正人君子王真正 而是渥渥無一合 第三項線 也一樣是 V下 H 上 H 在上 V在下面 這樣知道嗎 好 接下來我們要畫 V點 來 我說 前面這個F座標 就是決定H 對不對 幾格 六格 我怎麼不管正負喔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掃獲到 人生之勝的關鍵 就是我已經把最後的結論整理出來 你就不用被這個正負喔 搞到迷迷冒 嘛 這樣知道嗎 我已經告訴你關鍵 1號是正人君子 V上 H下 3號是渥渥人 渣男 V下 H上 來我們看一下 V點 6格 而且是H喔 所以 V點 6格 H在上 開始畫 1 2 3 4 5 6 B H 6格 這樣會不會 很簡單 再來 老師 原來你的外座標都是V 對不對 兩格 所以你就 往下走兩格 嘟嘟嘟 在這裡 VV 這樣會喔 接下來 AB 把它連起來 這個是檔案喔 這樣完了嗎 就表示空間中的那一個直線 你畫起來的樓影就是像這樣 所以第一題 老師非常好心的把答案畫出來給你看 唉唷 震動到 所以 各位同學 請你畫第二題 多說 第二題畫對你來 來 旁邊的溫建成 請你幫我按 每一